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是的 那么其实我们在加拿大生活的这些人来说 都是知道在4月份之前就要报税了 是的 对 那么也是令人头疼的日子就要来了 每年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问题 同时就是从报税当中衍生出来一些很多的问题 那么今天也是有请到您给大家来说一下细微的一些变化 那么首先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2014年 我们的这个个人收入的这个报税的一些变化呢 好的 每年我们报税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免税额 那这个免税额呢 是根据每年呢 就是说就price index 我们叫价格指数有上下的浮动 那2014年呢 联邦的免税额是11138 那安省的免税额呢 是9670 也就是说呢 你个人收入 如果在11138以下 你不用交联邦税 那安省的其中呢 9670以下呢 不用交安省税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还有一个根据这个price index变化的 就是RSP的country version 说那RSP假设说 你要从你的2014年收入中 把你的RSP country version减掉 那截止日期呢 今年是3月2日 而且呢 最大额 最大的抵减额呢 是24270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GST 那GST呢 我们每年呢 我们需要纳税人来报税的时候进行申请 那税局呢 才根据你的家庭收入来判断 是不是你符合这个领取资格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GST是不是每年都要申请 就说第一年申请 然后不会累积 不会持续 要每一年都要申请 对 在以前年度 2014年之前呢 我们纳税人每年都需要申请 因为它这个领养 领取资格呢 是要根据你当年的收入情况 家庭收入情况 2014年的最大变化就是纳税人不再用申请了 那税务局 对 税务局会根据你的报税表格 来判断你的领取资格 如果你在评估你报税表之后 它会呢 税务局假设说你有资格领取GST credit 我们也叫销售税 退税 那税务局会给你发一封 confirmation letter 如果你没有这个领取资格 那就不会收到税务局这样一封信了 所以说这个2014年的这个变化GST也是有一个变化的 有一个变化的 对 就是纳税人不再需要申请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从2015年开始到2016年4月 就是加拿大税务局呢 会陆续取消支票退税 会用自动银行转账的方式 把你的退税啊 还有各项的补助金存到你的银行账户 那所以呢 我就要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说在以前的报税年度 你还没有把你的银行信息提供给税务局 那你在2015年 报2014年个人税的时候 要最好把这个信息提供给税务局 要不然就会耽误你各项退税啊 像小孩的牛奶金啊 老人金啊 还有各项啊 就是说2014年的退税都会有耽搁 那尽快把这个银行信息提供给税务局 我们呢 再谈一下呢 就是说我们有孩子的家庭 我们在2015年呢 会发现有以下的一些游会政策 对对对 好像是听说这个我们的哈坡政府啊 是把这个牛奶金是不是提升了 对 我们经常熟称呢 叫UCCB 我们翻译成中文呢 可能就是通用儿童军贴 那这个通用儿童军贴呢 从2015年1月开始 有提升是从呢 6岁以下的孩子呢 是从100提高到160块钱 有60块钱的增加额 以前年度呢 6岁以上的孩童呢 是没有这个补助金的 那从2015年1月开始 6岁以上 17岁以下的孩子 也能领取到60元钱的通用补助金 也就是俗称的牛奶金 对不对 不是牛奶金 我们这个牛奶金呢 就是另一种概念了 那它这是个UCCB 不影响牛奶金 所以我要希望 真的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呢 能搞清楚UCCB 它不是 牛奶金呢 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家庭收入 但UCCB呢 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 每一个家庭 只要有这样的孩子的 是根据孩子的免税 不是根据个家庭的收入 另一个对孩童家庭有这个减税政策呢 是儿童的运动免税额 儿童的免税额呢 以前年度我们有500块钱 那今年呢 已经double了 从500呢 提高到1000块钱 也就是说呢 1000块钱的费用 那家长能够 联邦税能够省150元钱 嗯 我想提醒观众朋友呢 就是说要保持好 假设你把税表抱上去了 你也申请了这一个儿童运动抵税金 嗯 对 那你就要保留好原始收据 嗯 以备啊 税务局来查税 嗯嗯 我们呢 最近呢 几年能看到呢 税务局加大这个查税力度 嗯 像很多呢 纳税人 要求纳税人提供这个原始收据 是的 嗯 嗯 我们最 就是今年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呢 就是说 2014年10月30号 哈佛总理宣布的一个家庭 夫妻 夫妻分担报税 对 这一个呢 大伙都很关心 是不是 嗯 没错 嗯 这个呢 这个免税政策呢 其实呢 是哈佛总理在2011年大选时 就已经做的承诺 嗯 那我们看见在205年报税的时候呢 终于呢 可以推陷了 嗯嗯嗯 体体措施呢 是这样 嗯 高收入 家庭里面有18岁以下孩子的家庭 那高收入的一方可以把收入呢 呃 转移到低收入的一方 嗯 最多可以转移5万元钱 嗯 那最高的免税额呢 是2000块钱 嗯 嗯 这个政策呢 不是说对所有的家庭都受益了 是不是 就是啊 那像我们单身的 嗯 没有孩子的家庭 嗯 还有呢 就是夫妻双方 尤其是我们华人的家庭 嗯 夫妻双方呢都工作 夫妻双方的收入如果比较平均 对 比较平均的话呢 嗯 我们也看不到就是说 这个免税政策 嗯 对这些家庭有很大的影响 嗯 嗯 以一个安省的家庭来说 如果说呃 夫妻有孩子的家庭 就18岁以下孩子的家庭 如果呢 说呃 收入高的一方是15万块钱 那它的就是这个边际税率呢 呃 就是安省和联邦综合的边际税率 应该是在呃 呃 百分之41左右 嗯 那如果把这个五万块钱 转移到低收入的一方 那这个税率呢就会明显降下来 是 是 是 我还想提醒一下呢 就是说这个呃 分摊报税呢 只是于联邦税 对安省报税没有影响 嗯 好的 那么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呃 2014年的这个其实税务的一些细微的变化 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 也也不只是细微了 我觉得其实呃 是一个蛮重大的一个改变的 是这样 那么关于这个呃 海外资产的申报呢 很多的这个新移民啊 以及我们中国的这些移民 也是非常关心的 嗯 那么呃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不可能就是呃 很详细的介绍一下 对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2014年的这个海外报税 有没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 好的 嗯 这个海外资产申报呢 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了 嗯 加拿大税务局呢 其实呢从98年开始 就要求纳税人做海外资产申报 嗯 只不过呢 那说从近两年来 加大了这个海外资产申报的 查岁力度 嗯 那2012年之前呢 纳税人只不过是在 呃 那在这2013年的基础上 又有一些新的变化 呃 主要变化呢就是说 如果纳税人在啊 加拿大的投资账户 持有呃 海外股票 嗯 那要在加在这个呃 海外资产申报的时候呢 呢 要详细列明呃 呃 所在的银行 嗯 所在的地域 而且呢还要根据 就是市场价值来申报 嗯 好 那么其实这个我们啊 这个关于报税的问题啊 其实呢 花12分钟的时间 真的是介绍不完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呢对这个范围的采访 就告一段落了 那么如果是真的就是 这个关于报税的问题啊 这个非常的重大 也是非常的繁琐 所以呢也是希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能够这个呃 谨慎小心呢 最好是找一个这个 非常专业 同时呢丰富经验的 一个这个呃 这个呃会计师 或者是呃 这个我们的理财师 会帮你就是报一下税哈 那么这样会比较稳妥的 对不对 是 好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国语的嘉宾访谈 环节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你的关注 也谢谢我们的这个范围 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 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